赵洪平 剛剛介紹完我自己之後 我今天代表初日音樂 要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今年跟FLYING V一起合作 推出的一個音樂專門的募資頻道 叫做FreeBirt 那 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這個頻道了 表示大家都沒有在注意Flying V嗎 然後就是首先這個音樂募資的想法 那其實是開始於就是初日音樂的老闆 就是閃靈樂團的那個主唱Freddy 對 然後Freddy他就是覺得 他一直都音樂有很多不一樣的想法 然後他就覺得現在大家都太關注於載體了 就是不論是下載數位檔或CD 但音樂是不是不應該只是在那邊才被看到 他覺得樂迷想要是聽到好音樂這件事 而不是我買CD這件事 所以他才會覺得藉由音樂募資 或許我們不用再你等到出專輯之後 我才知道這個藝人有出專輯 而是他開始有個創作想法的時候 樂迷就參與 所以才會跟Flying V一起討論說 是不是把音樂募資特別抓出來 把這件事情做清楚 就是讓大家更感受到音樂創作的重要性 和大家享受度這樣子 然後另外為什麼我會加入這個計畫呢? 因為其實那個閃靈的Freddy 是一個就是很有強迫症跟那個就是過動傾向的人 就是通常我都會避免被他纏傷 因為你被他纏傷的事情就是做不完 所以就是但是這次會願意加入呢? 其實也是因為身為一個資深樂迷 你會很期待看到一些事情音樂的事情發生 可是現實狀況上他又有難處 所以我覺得募資或許也可以做到我想做的事 那其實我很喜歡看國外樂團的表演 可是很多獨立樂團在台灣是不可能有人請 因為我覺得太冒險了 然後我也覺得這些請國外樂團的公司很可憐 幾乎每一家請國外樂團的公司現在都倒光了 然後我想說我也不希望他們倒啊 然後一方面也希望一些獨立音樂人可以持續創作 所以我就會想說好 那我就跟這次願意來跟Freddy 和Freddy一起試試看 看音樂募資可以做什麼 然後之前Anderson已經有稍微介紹募資了 所以可能這邊就不用講太多 總之呢音樂人就是要提出一個他想要做什麼 然後還有他設計一些回饋方案 讓歌迷可以 欸就是只有在募資才能得到的獨特回饋 然後兩邊達成共識 然後歌迷給錢之後 反正這件事就發生了 然後最後就是音樂人有了好的創作 然後歌迷有了好的音樂 基本上這就是大致的狀況 那關於音樂募資其實在一路上 就是不論是跟音樂人跟各式各樣的人 大家都會討論到底音樂募資是什麼 那當然一邊就是有人想要繼續玩音樂 有人想要繼續享受音樂 但其實在中間你要怎麼解釋這件事 其實有好多種講法 那一開始就會覺得就是一個很簡單 你情我願的狀況啊 就是這個人的歌他就講了他要做什麼 這個音樂人他的創作也就是喜歡 就是樂意給他錢 那101呢也有人覺得這是一個才能交換的平台 因為我今天我就是不會創作歌曲啊 要不然每個人都自己寫歌自己聽就好 你幹嘛還需要有音樂人 所以覺得說我今天是用某部分的就是不出來交換我想要聽的音樂 那另外就是在募資裡面 我會覺得音樂人跟歌迷可以直接面對面 比如說我講述完我的創作 啊 結果大家都聽不懂沒有人要給錢 那就表示可能就是我的 就是實際感受到歌迷對你創作的一些回應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我說的那些募資的回饋方案 本身也就是可能外面都買不到 外面也都不會有 所以對那個歌迷和創作者來說 他們會共同享有一些 比如說在創作過程中可能發生的事情 那這部分因為都是音樂人直接對就是歌迷 然後在募資裡面一起進完成 所以其實歌迷不只是等出了專輯之後 我才會聽到音樂 你可能在過程中就知道他怎麼製作這張專輯 所以其實我們覺得這可能也是一個就是好的機會 會讓兩邊有直線的連結 那另外呢就是介紹幾個就是國內外有名的案例 像國外有一個超有名超大的樂團 叫做Foo Fighters 然後去年呢就是在美國的一個很小的小鎮 他們就說Foo Fighters 16年沒有讓我們這邊表演 然後他們就證明一起募資 也沒有跟Foo Fighters講啦 他們就自己以Foo Fighters演唱會為名募資賣門票 然後瞬間結果就達標了 然後Foo Fighters聽到 就自己回應樂迷說 好我知道你們已經募資成功 那我決定去唱 然後就真的去那邊表演 然後那個證還把那天定為Foo Fighters Day 然後後來Foo Fighters甚至還開記者會有說 他覺得以前他們要去那裡表演 都是agent 就是用價格去跟不同的單位談 或許以後就是樂迷來決定 他們要去哪裡巡迴表演 所以就表示募資可能漸漸的要改變 國外巡演的生態囉 基本上台灣也有Foo Fighters的募資啦 不過就是可能大家對國外樂團沒有很熟悉 就好像是沒有募到他們想要的金額這樣 那其實陸續後來英國很多國家 也都開始在募Foo Fighters的募資 或是覺得他們以後可能會很忙 因為要去的地方實在是太多了 然後另外呢就是Free Bird 其實在今年1月29號已經上線了 然後有了一個第一個手打案例 是以利高度的第二專輯募資 那其實這個案例也非常的成功 因為他一天半就打飆了 而且他的那個募資的狀況 是從最高價位的募資回饋方案 一路額滿回去這樣子 所以就是 而且就是最高的6500的方案是去 以利高度現在住的地方是南澳那邊 就是去一日遊 那那個幾乎就是三小時內就額滿了 表示說其實歌迷有時候不在意那個金額 他要付出多少 他在意的是我可以參與你什麼 所以其實我覺得募資 在募資當中也可以找到一些 跟歌迷對話的不同方式 那我覺得以利高度對於募資 其實他有一個我覺得非常傳神 很好的形容 他就說音樂募資有點像農夫執垢 你今天可能不是因為我種完稻米 然後你來買 你是你知道我會好好的做音樂 你知道我會好好的種米什麼什麼這樣 所以你一開始就投資我了 然後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他可能以前只能做專輯然後賣 可是他現在藉由募資他可以跟歌迷分享他的歌啊 創作心意生活 然後他就覺得說這些歌 因為他以前他其實覺得他創作歌曲有點像是 呃工廠的女工 創作完歌曲之後這就是唱片公司的了 跟我完全沒有關係 然後他這次做專輯的感覺是 他覺得跟歌跟歌迷都就是有在一起這樣子 所以他覺得這其實是一個享受 那對歌迷來說也是一個居然可以接觸歌手 就是私下另外生活的另一面的方式 然後另外就是關於那個 就是未來音樂募資的一些趨勢 其實最近跟很多樂團啊跟一些人討論 然後我們覺得可能有兩塊 第一塊是極簡的 就是就變成超單純的預購 因為現在國外的網站很多就是這樣 就是有些歌手他根本不需要寫太多募資的什麼 內容、夢想等等 他就是說我是弄某某樂團 我下一張專輯的概念是 然後就開放預購 然後就他歌迷因為不可能 他歌迷就是因為希望可以一直聽到他的歌 就開始買了 那募資就完成了 所以國外變成說他可能對這個創作者的風格 和音樂樂風他就是認可 而是所以就願意支持你可以一直創作 讓國外這個單純超前預購 就是已經發展的超大了 那另外一個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奔放的 一個系列奔放的系列就是 也有人不只是做專輯啊 因為音樂本來可以做很多事 所以他有可能就是 呃扮演唱會啊 或有個音樂視覺計畫 音樂跨界計畫 但你只要講的天 不論你講的天馬行空或怎樣 只要你的創意是好的 照理來說你還是可以來募資啊 所以也有一些很神奇的音樂募資 像錄音室的設備被偷了 然後請大家的募資贊助 但如果這個錄音室曾經出產了很多很棒的藝人 那當然大家也會有興趣 好那就到我們最後一張 那其實剛才對於音樂募資什麼 都是用問號表示 那其實我們現在就是 Freebird這個音樂募資平台要挑戰的一件事就是 創作本身是不是就是有價值 大家是不是可以認可說 我不是因為你的商品而買你的專輯 而是因為你的創作是好的 所以我願意支持你 那對於我們來說 音樂募資頻道就是很像一個溝通平台 就是音樂人跟歌迷的溝通平台 然後它也不會被定型 因為基本上你要做什麼都可以 只要說得通就可以 你只要說得通說得出來 有人信任你 有人相信你這就通 然後我覺得這就是在於說 音樂人怎麼跟歌迷溝通 然後他們直接彼此的信任 和你要怎麼分享你的創作 所以我們其實覺得 音樂募資可以玩的事情非常的多 然後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 然後提供一些好的想法 包括你們想要什麼樣的音樂專案 出現在你們的面前 我們就是找那個議員來好了這樣子 好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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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